我們現在目前在桃園的華厨的貨物站這邊 可以看到目前在這個鐵門的後方 已經有開始進行了 華航以及華厨公司裡面 員工的一個快篩作業 因為傳出裡面有員工 有確診的個案 也因此在今天下午三點的時候 都已經設立了快篩站 將會進行大規模的篩檢 不會在燒到的時候 因為他們拒絕媒體拍攝 因此都把這個鐵門給拉了下來 因此裡面其實算是一個 比較密閉的一個空間 也是讓令人擔憂的 而除此之外 其實包括了這個 也有人員認為 他們匡列的人數 要來篩檢的人數 覺得有不夠的地方 我們聽一下稍後訪問 這個員工是在 他們的這個專門發提單的 給進出口 我們的承擦業報官業領提單 來提貨 是華航公司貨運組 也在這個同樣的這一棟大樓工作 那聽說他確診了 那馬上通知我們 那因為我們業者在這邊也五六百個人 加上華舟這邊的員工也三百多個人 還有司機各個單位 都在這邊作業還有海關 所以為了這個謹慎 我們一定的要求 我們是有關單位也跟民航局 還有上面都報告了 這個他因為來這邊上班才發生 那這個潛伏期很長 那一定要做篩檢 理事長就認為這個匡列的篩檢人數 可以再更多一點避免會有漏網之餘 而回到這個本案呢 其實他們一開始是找到有這個新北市 來的這個員工 他在華儲的大樓上面上班 因此他跟這個同住者 包括他老婆總共有六個人 其中有四個人 因為他們都有不舒服的現象 因此都去快篩 在昨天的時候都出現了陽性的狀況 後來才逐漸的疫調 發現這名員工 他前五天都有來到公司上班 後來也進行了匡列 後來就發現裡面好像也有員工 快篩陽性 原因就是他們都是在同一個辦公室裡面 所以桃園市的衛生局也已經開始來進行 匡列作業以及這個疫調的作業 包括了華儲華航的公司 以及很多進進出出的這個貨運人員 他們都會來進行匡列 來進行篩檢 避免會有這個遺漏的地方